从目前高工学技术路方来看 基本上全台各地 时速都是蛮顺畅的 时速在80公里以上 算是相当的顺 不过今天早上的时候 其实像在国一跟国三的南下路段 都有一些子曝的情形 在苏花路郎的部分 公路总局提到说 受到东北季风 还有对流发展旺盛的影响 其实花东地区宜兰 这个天气不是太好 湿大大的减少了不少人出游 因此也反映在交通量 其实在上午的时候 跟去年同期其实减少20%左右 大家最关心就明天了 明天是国庆廉价的第二天 高工学预估呢 整体的设流量是110%公里 大概是平常的1.3倍 其中北向跟南向呢 大概是一半一半的 有14大的地雷路段提醒大家 国一的部分呢 南向是杨梅到新竹 彰化系统到浦岩系统 北向是西螺到浦岩系统 苗栗到湖口 还有圆山到大华系统 国三南向的部分呢 是土城到关西 快关到雾峰 北向是竹山到中心 草屯到雾峰 大山到香山 还有关西到大西 国五的部分 南向是南港系统到头城 北向是宜兰到平林 国六也有西向的旧正到雾峰 要特别提醒大家 基本上南向的易庸塞路段 是在中午以前 北上的易庸塞路段的时间呢 大概就是在中午以后 到晚间甚至到深夜了 因此高公主也建议 南部地区的北向 用路人应该要在九点以前出发 中部地区的北向 用路人就要在十二点以前出发了 另外呢 也有五大措施 包括了收费 是单一费率 还有零到五点呢 是暂停收费的 还有杂道封闭 高层载管制 开放路间 跟替代道路等等的资讯 也建议民众 用路人出发之前 可以先上网参考了 主播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